美国一月份的贸易逆差降幅超过预期,部分归功于中国增加大豆采购,帮助美国出口在连续三个月下滑之后出现反弹。 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公布,美国一月份的贸易逆差下降近15%至511亿美元,比去年同期减少了88亿美元。 出口增长率达0.9%至2073亿美元,进口下降2.6%至2585亿美元。 贸易逆差下降主要归功于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回暖,对华贸易逆差一月份收窄6.4%至345亿美元。 中国较早前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大豆作为友好的姿态,美国大豆出口总额从去年12月份的2.998亿美元,飙升至12亿美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